就在香港街頭 經常都可以看到一兩間雲吞麵店 但是如果正宗來說 雲吞麵裡面的麵 應該是要用來自廣州的俗性麵 我叫Marco 今年31歲 也是昆記的第二代傳麵 但其實這個 講這條配方來講 我應該算是第三代 因為第一代是我太爺 在澳門做的 以前我們做麵 沒有那麼多滾機 機械 那變成真是想吃到一碗麵 就真的要人手去搓粉 搓完粉之後 就要用粥去壓 壓到皮筋 之後才將它越壓越薄 薄到好像那麼薄 那時候也沒有梳麵機的刀 都是靠人手要用刀切一條條 的麵切出來 因為製作俗性麵的過程 繁複而且困難 所以過往只得有錢人才能吃得起 以前第一代最傳統 開始俗性麵的時候 每個人好像以前的沙針 肩膀抬著粒橙 那粒粒 然後麵粉等等 前一代後一代 前一代後一代 就請到那些有錢人家 在他家裡 在他面前做 做完之後 就直接送到他海前面給他吃 這是一個服務 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 然後俗性麵已經變成人人都吃得起的美食了 直至後來機器發展 即是蓬佈發展後 做麵的行業才改成用刀機 令整件事更加有效率化了 雖然現在部分的工序 可以由機器代佬 但是竹精押麵的過程 仍然是昆記控制麵質爽度的關鍵 同時亦都是最難學習的地方 最難的就是 如何控制麵粉和蛋的起筋程度 按多久 按到怎樣才是OK 才慢慢用機器拌薄 還有打蛋拌粉 怎樣才為之差得夠均勻 這個才是最難的 就是最難學習的地方 雖然10年前Marco回店幫忙的時候 只用了一年時間 就學會了押觸式麵的技巧 但是直到今天 他都會虛心向老員工請教心得 去改善自己的技術 我10年前開始學習 爸爸是第一個教的 接著到他身邊那些拉縮 直到現在麵房跟我一起做的事 那個師傅 直到達國家座場 他亦都很自豪地表示 昆記的竹精麵 麵質爽滑 更加沒有任何的鹼水味 是坊間絕無僅有的味道 竹精麵都是鹼水面 但是我們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雖然是鹼水面 但是我們沒有鹼水味 因為外面很多 雲吞麵店的竹精麵 或者雲吞麵 都是有鹼水味 真的很濃 所以他推介了店鋪的招牌撈麵組合 香甜鮮味的大地魚湯頭 配上自家炒香的蝦子撈竹精麵 一口就可以上盡傳統手作之味 而雲吞的用料都不麻煩 是Marco的媽媽每一日新鮮泡製 粒粒飽滿足料 每一日更加會包過千粒 哇 我們每天包皮 只是皮 我們都要包十斤八斤才夠用 皮 這些皮 筋皮是有百二隻的 那你就算吧 一千多隻雲吞才夠 之後又說到 為何樣樣都要堅持手做的時候 Marco就反問 我又問你 你覺得一個 3D打印出來的模型 會買得貴一點 還是一個我真的 用泥膠鏈出來 逐一逐一刁出來的公仔 你買出來會貴一點 還有 當我們仍然跟你去買手掣的時候 這份就是做飲食的誠意 原來對飲食這麼有熱誠的Marco 之前是從事拍攝工作的 問到他工作內容上的轉變 有沒有不習慣的時候 他就說 一開始未適應 一定會累 會暈 一定會的 因為體力未適應 但到適應了 可以說完全沒事 除了體力上要適應 心態上也要重新調整 不過他之後也發現了 無論是製作影片 還是製面 其實都有一個共同之處 都是要用心 其實做甚麼都要用心 所以在這個 事事求化的香港社會裏面 竹星面的成本效益 雖然似乎已經不合時宜 但是在這份不合時宜裏面 昆記仍然堅持用傳統手藝 去手造竹星面 只因為他們認為 這份手制的溫度 是做飲食對客人的心意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